Hello 大家今天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个我最近的改造练习 这次想要再尝试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角度 我要来改造一个我自己的产品 关注比较久的应该记得我在17年的时候 做过一个口红试色小程序 它是一个极其了市面上8-90%的口红色号的小程序 用户可以在上面查口红色号啦测评啦 发现和种草口红对比色号等等 这个小程序呢其实已经被我下架了一段时间了 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前两年有一次由于忘记续费 导致了数据库被销毁 我之前还有专门出柜期视频 这个事情这种导致我不得不删掉了很多 原本就做得还不错也比较复杂的功能 更不用说还要去对抗小程序平台上那一大堆抄袭的 再维护下去就让我感觉有点心力憔悴 就不想要再继续贷款上班了 但最近我就在想要不就趁它下架了这段时间 重新构思一下这个产品再给它一次机会 反正也要练习一下产品设计给你们分享思路 而且我还发现了一个可以快速的把设计稿变产品的办法 可以直接省掉写代码和改bug的繁琐过程 这样作为独立开发者的 我就可以把更多精力放在产品设计上 想知道我是怎么在两天之内不写代码 把这个小程序从这样变成这样的 就接着看下去吧 最初的流程图做了各种各样的产品分析 这是当初第一个版本选择的一些品牌 我自己手绘的logo 当时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我手绘的一些界面 八年的时候我就开始沉迷于做各种各样的运营活动 做了好多 我自己都快要忘记了 第一次做运营活动 送给用户的小卡 还第一次尝试做了一个超详细的基本体系 这个应该是我最接近当前线上产品的一个流程图了 我设计这个产品的初衷是想要帮助我自己 还有身边喜欢买口红的小姐妹 在不用到处跑砖柜试色的情况下 也能够种草到自己喜欢的口红色号 等于说呢它算是一种功课 而不是完全替代去线下门店试色 或者说KOL分享等其他的这种种草的渠道 个人认为美妆这个东西是非常受个体差异化影响的 化妆品上的自己脸上的效果和颜色是很难通过 比如说像AR之类的技术去模拟的 至少现阶段不行 那这个产品的问题其实还挺明显的 在解决问题方面它没有什么技术亮点 比如很多人都在劝我做的虚拟试色 并且它其实也没有实现从种草到购买的闭环 在运营方面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受到 我要收集这些口红色号工作量有多大 加上还会有图片颜色不准的情况 最后在商业化方面 呃... 我好像没有做商业化功能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东西从17年开始 就一直不停在被别人抄 因为它其实并不难做 难就难在运营上 我之前也有一期视频专门吐槽过这个被抄袭的情况 感兴趣的大家可以去考古 我刚刚随手搜了一下 2023年了 居然还有人在抄 真香火居然连logo都照抄 尽管已经是实锤了 这个东西照着抄根本不可能变现 你也运营不下去的 所以现在看这个视频的哪位 如果你们还有这个想法的 我们都在看着你哦 那由于是我自己的产品 我想要超认真的改 基于视频时长的原因 这期视频我们就先从基础页面开始吧 既然要开始呢 那我就要来一套全新的UI 这是我之前几版在UI上的改变 虽然我很喜欢logo的这个粉紫色 但有时候它跟图片搭配起来不是很好看 所以我想要把黑白色调的比例再放大一点 根据我仅存的一些后台数据 那用户目前的轨迹是首页搜索具体产品 其次是首页进入测评进入具体产品 所以呢 我决定要根据这个核心需求来划分我的基础页面 在用户体验方面虽然跟那些超习的人比还算是比较用心的 但说实话我写的确实还挺糟糕的 很多地方都卡卡的 比如说导航和页面的切换 还有细节上的一些布局的混乱等等 这是目前做好的一个前后对比 还有两个流程 那这次的改造呢 我是打算真的把设计稿变成产品的 为了避免技术再次限制我的想象力 想要尝试一个完全不用写代码 而且还支持中文的保障开发工具Zion 它可以通过可视化界面制作发布上线的微信小程序还有网页 制作的方式呢就有点像是做设计图一样 以拖拽的形式做页面 同时也可以通过可视化界面搭建后端的数据库表 再在组件上面绑定数据 懒得自己设计的话还可以直接用现成的模板套数据 首先呢我对照我的Figma设计拖拽组件来制作页面 如果本身就是做UI UX或者是做产品的 用这个界面操作起来应该还挺爽的 刚开始我还是比较担心这类工具会不会很难还原比较复杂的设计稿 不过其实它做出来的效果还不错 页面做到一半我发现其实可以先把后端弄好 这样比较方便我在做页面的时候随时绑定数据 可以直接在Zalian的后台键表和修改数据 这个界面简直不要太友好 强烈建议想要入门后端的小伙伴 可以借用这个界面来感受一下数据库设计的概念 它有一点类似小程序云开发的那个数据库管理界面 针对的就是不会写后端的用户 但是我感觉Zalian这个更好用一点 在数据模型这个操作界面可以新建数据库表 添加表中的字段 完成后界面上会显示一个UML图 要是当年自学数据库设计的我知道有这么个东西 也不至于自己画半天了 除了简单的键表和修改数据之外 表和表之键还可以绑定一对一好一对多的关系 在数据库界面可以自行删改 导入导出数据等等 最后就是在组件上绑定数据还有操作数据 这里对我来说是最节省时间的一步 哦对了 Zalian其实还支持介入第三方的API 如果需要介入第三方神秘力量实现更加复杂的功能 完成后的模板是长这个样子 很奇怪好像什么样式都没有对不对 好点一下预览 它套上数据之后就会看到样式了 做好之后呢就可以点预发布 扫码绑一下小程序的账号 就可以自动生成一个体验版的小程序 可以在手机上预览 给小伙伴炫耀 或者下代圆满 我尝试了一下在编辑器上运行圆满 除了没有全线返纹数据布之外呢也是可以运行的 那这个就是我目前完成的效果啦 这里原本我用云开发的后端是做不出来真正搜索功能的 在这里居然几分钟就实现了 OK那老规矩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每个页面的前后改造对比吧 首页原本的设计是我这一次想要延续的风格 如果继续使用原本的版本呢 扫程序老是改的路借口和获取用户头像迷程的方式 那我本来是想要去掉顶部这一块的 但是由于现在我也决定要弃用云开发了 就不需要再被他们的能力限制我的设计了 首页主要的问题是过于简单了 其实我可以放更多的内容去解决问题 比如说增加一个广告位来解决一下域名问题 比如可以增加一个多次刷新的智能推荐区块 来帮助用户发现更多的产品 再比如不只给用户推荐产品也可以推荐具体的色号 根据后台数据搜索框的点击量是最高的 但是由于我之前的能力问题 加上云开发数据库也不支持脸表查询 以我的能力只能做到搜品牌 通过Zion实现了搜索功能之后 我愉快地增加了一个搜索结果页 除了搜索功能之外呢 这个导航我做的也很垃圾 我自己用起来都有点嫌弃 所以我干脆改成了固定在底部的样式 感觉这样更接手空间 看起来也整齐一点 第二个主页面的目的是要通过分类来找口红 按品牌划分是比较符合用户习惯的 为了跟手页同一风格 我把这个黑色的色块去掉 保留搜索框因为是核心功能嘛 产品页是我个人比较满意的页面 我想要保留原本的设计 我想要改动的是试色的详情页 我不知道为什么原本我用了一个黑色的底 为了统一风格 我还是把它变回了白色 我还记得这个界面的设计是 我刚才用美图秀秀做的 这种实现出来的效果也有一点五毛 所以我调整了一下排版和字号 这样感觉会不会舒服一些了呢 底下的测评部分 为了做这个一左一右不对称的区块设计 我舍弃掉了单条测评里面很多的内容 其实也没啥必要 还是应该先保证把内容展示出来 再考虑样子好不好看 那这个就是我目前的改造进度了 这几个基本页面就构成了我的MVP 如果大家还想继续追踪这个项目的进度 可以三连加关注一波 看我后续的更新 如果你们也想跟我一样设计开发上线自己的产品 也可以去试试Zion这样的无代码开发工具 即便是没有编程基础 也可以轻松体验 愿意把把想法变产品的过程 说来说呢 是可以让我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功能设计和运营变线上 而无需再被技术限制我的想象力 OK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下次留言再见哦 拜拜